各位親愛愛你親愛的 我們先來教授 influenza Notes都是第3月 第10-第16 所以 PLE 他對這個人用增添 最大的兄弟姊妹 令到最藍色的選情是為作孫子 作大祭司的芽生 她對這次她的上帝正中 剛才芽生對上帝的嫁正中一樣 那家人比她去的家更準確 這樣芽生比芽生應該受到更大的人工 所有的房子都是人去的 不過去做萬名的是上帝 不需要做伯仁對上帝的專家正中 為了上帝後來所要說的為作孫子 不過祈祷最怕這日上帝的嫁 不過祈祷最怕這日上帝的嫁 對上帝的願望 我們若用更深加勇氣來持續 我們就是上帝的嫁人的人 在今天的聖經 在北來的書第三章裡面在說到 這個主題的牧師給它定制 說我們的亞洲超越過一切 有人很厲害 總是很厲害的中間 人不是有上帝的問題 這個厲害就不算什麼 所以今天這個經文特別提出 牧師在上帝的家中 有中生的學生 牧師可以為一世的背心做多多的事情 牧師可以說是這個一世的背心 最尊敬的一個我們說 聖地跟他們娶 總是這個經文說 亞洲又超越過牧師 因為牧科比較特角 要得到我們的營養 所以聖經在中間特別提出這些一世的背心 在早前對那些人 有講返的這些人 都是很優秀 因為他們的優秀是用來學生的相對 所以在這裡可以說什麼 聖經跟我們提出說 蓋房子跟房子有對比 這個房子要蓋一定有人會蓋 那如果房子不會說 就這樣 沒帶沒錢就有一間房子在那裡 這什麼意思 就說上帝的創作 所有的東西不是空空就會走出來 如果沒有上帝的創作 那這樣這個東西是沒辦法去完成 所以在這裡 宣言說 亞洲是做起床的人 他是超越一切 因為他是上帝的兒子 所以摩世的地位是一個 老婆的地位 他的地位跟亞洲的這個兒子的地位 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老婆的地位 一個是兒子的地位 所以為什麼我們的亞洲超越過一切 是因為亞洲超越過一切的地位跟營養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抓亞洲做我們的模範 是因為亞洲在這個模範的中間 他所怕所做的 就在我們來效果 所以最近 不是有常常在團合他們的中間 為什麼要去想到這項事情 亞洲在這個聖經中間 所記載的說亞洲做三項事情 教得兒子跟團合他們 更是有意義 你如果把亞洲所怕的事情 他把他整集起來 他就是做這三項事情 去教得人 再來 去兒子人 再來就是去團天國的合他們 後來的牧師對這個聖經中間 我也覺得說 亞洲其實做這些事情 以外他做三項事情 因為那是對人的心靈的部分 剛才說的那三項事情 是叫做人看得到的 人看不到的部分是什麼 是亞洲跟另外做三項事情 這三項事情就是什麼 就是背叛 就是聽人說的 就是讓人冷烈 我們用國語講來叫做什麼 叫做 陪伴、傾聽、與傅腦 這個背叛 讓人 跟他重點的時候 可以發現說 原來我們的軟質 原來上帝的問題是這樣 當人在感染的時候 都說主啊叫我 這個拍片的人 看到亞洲就說主啊 他在我 那是什麼 亞洲聽到他們的心聲 就像我們 在那裡來佛教主 在祈禱的中間 來看起上帝 原點要認到我們 我們用亞洲來祈禱 所以亞洲聽我們的祈禱 所以我們說 背叛 再來聽人的祈禱 陪伴、傾聽 再來呢 負能 亞洲都說什麼 你、欺負、五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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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的人就有心叛 但是在那個反感應的 忽然的心聲 亞洲就要讓他一個 我們說的正能量 讓他正增強 跟他負能 讓他感受就是說 我還有欺負 所以各位親愛的節目 摩世是律法的代表 亞洲是穩定的代表 所以我們要看到 我們的亞洲 的確是超越這一切 所以不然我們 不可以繼續 外在那個律法的中間 因為我們 是領受 上帝、穩定的人